第四集 随着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进入一个月 加沙上空全力爆炸声,城市上空升起龙焰 以色列政府升旗二话几千名巴勒斯坦人 透过以色列军方为加沙北部平民开放的疏散走廊向南迁移 几百名乌克兰人星期一晚在西部城市乌日霍罗德点起蜡烛 悟念上周五被俄罗斯飞弹襲击身亡的19名士兵 美国国王卿布林肯星期二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外相上川阳子 布林肯正在日本参加七国集团和欧盟的会订 中国官员星期二说黑龙江省东北部一间健身俱乐部 发生天台结构倒塌造成三人死亡一人受伤